军武催眠,军民伟终的节日 军功水平如幻影,殷尸,阵风 有的则体现着多国合作的智慧 如狂风,台风,美洲虎 这些战机的存在让欧洲的天空热闹非凡 在他们之中 号称双风的阵风和台风 是当今欧洲战机中的典型代表 他们性能出色与同代的他国战机相比毫不逊色 有些性能甚至更加突出 那这么出众的典型战机是如何诞生的呢? 其在研发过程中曾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他们的实战表现和销量又如何 本期军武咱就来体验一番 这年古强风是如何吹过欧罗巴的天空的 上市06、70年代在冷战的催动下 为苏联的超级大国相继发展了新一代作战飞机 相比之下 欧洲国家在战机的研发上明显落后 从1971年开始 英国就在寻求研发新一代战机 1979年 英国宇航公司 即BAE公司和西德梅塞士米特 博尔克布洛姆公司 即MBB公司达成一支 决定联合研制新型的欧洲作战战斗机 很快法国达索公司也参与了进来 项目方案更名为欧洲作战飞机 然而这个表面看似非常美好的合作计划 私底下却按钮涌动 法国想要打锁公司 在欧洲作战飞机项目中 领导所有设计 并使用斯赖克马公司的M88发动机 而另一边 BAE则坚持认为 RB199发动机才是更好的选择 一同撕逼之后 欧洲作战飞机项目最终在1981年告吹 尽管如此 各国新战机的研发脚步 却没有停歇 很快 英国BAE公司 就拉着曾经共同研发狂风战机的合作伙伴 系在MBV公司和意大利飞机公司 推出敏捷战斗机项目 敏捷战斗机融合了BAE公司的P120 和MBV公司的TKF90两种战机设计方案 并计划采用RB199发动机 1983年5月26日 BAE和英国国防部达成了生产一架 敏捷战斗机技术验证机的协议 命名为实验飞机项目 简称EAP 双方各出自50% 在法国达索公司也在1982年 拿到了法国国防部实验作战飞机 及SAX验证机的制造合同 虽然各自都在推进 但西欧各国还是愿意一起搞机 毕竟这样可以分担成本 少掏腰包嘛 1983年 英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和西班牙 五国联合启动了未来欧洲战斗机计划 并初步确定新飞机要具有短距起降和超视距作战能力 但是由于法国依然坚持要领导设计 同时还要考虑飞机能在航母起降 导致英德E退出了计划 三国立即炉灶 推出了新的欧洲战斗机计划 并在1985年8月明确表示 这一波搞机活动不带法国和西班牙玩了 受到伤害的法国和西班牙 在9月份想三国施压 想再次加入进来 但最后只有西班牙如愿以偿 由于众人分歧较大 特立独行的法国 最后决定由达索公司 在ACX验证机的基础上 为本国自主研发未来的战斗机 虽然被一脚踢开 但达索公司的反应却是 谁怕谁 我连幻影4000都造出来了 一看了你们 老子依然是高炉雄机 法国人之所以如此体气十足 原因就是他们基于ACX计划 发展而来的阵风A技术验证机 即将面试 但同时一个严峻的事实 也摆在了他们面前 海峡对岸英国BAE公司 沃顿工厂生产的EAP验证机 已经造完大半 不出意外 欧洲四国的欧洲战斗机研发基础 就是这架EAP 为了抢夺未来的飞机市场 双方展开了搞机赛跑 1985年12月14日 阵风A下行 四个月后 EAP验证机 也在沃顿工厂面试 1986年7月4日 阵风A完成首飞 紧接着 EAP也在一个月后 被送上天空 在当年的范保罗航展上 法国人的阵风A 在英国牛六面前 一飞冲天 在空中 各种闪转腾螺 降落时 更是没用减速伞 就进入了250米 便停了下来 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优异性能 而EAP 由于刚刚首飞不久 则没有在航展上表演 只能默默地 任由阵风A 在天上耍了一回 至此 法国人在稿基赛跑中 取得微弱领先 不过 法国海军 对阵风能否上舰 却心存疑虑 他们此时 更紧强于 直接购买美国的法士巴 为了得到海军的认可 1987年4月30日 阵风A 在法国克莱蒙苏号航母上 进行了模拟着舰 终于 阵风A实验机 出速的性能 打动了法国政府和军方 在1987年的巴黎航展上 法国总理希拉克 当众宣布 阵风系列战斗机 将从1996年起 列装法国军队 随后 阵风进入原型机生产阶段 其中海军型为阵风M 空军型为单座的阵风C 和双座的阵风B 然而受冷战结束的影响 法国国防政策 发生了改变 导致阵风的生产 一拖再拖 好在最后 坚持了下来 2002年 数只装备阵风M的战斗机中队 在戴高乐号航母上 形成战斗力 2004年起 法国空军 也开始装备阵风C 和阵风B 与法国人相比 联合搞机的西欧四国 虽然稍微慢了半个节拍 但是通过EAP验证机的飞行 BAE等公司 积累了大量新技术 为欧洲战斗机的研发 节省了大量金钱和时间 1986年 四国在莫尼黑 成立了欧洲战斗机公司 专门负责项目的管理 根据最初的需求 欧洲战斗机将生产765家 其中英国和西德各装备250家 意大利装备165家 西班牙装备100家 参与研发的四家飞机公司 根据各国的需求量 划分了股份和工作份额 然而冷战的结束 同样对欧洲战斗机项目 产生了影响 统一后的德国 甚至差点就退出研发 根据形式的变化 英德伊西四国 为降低成本 对原方案重新做出了调整 项目被重新命名为 欧洲战斗机碾签 简称EF碾签 1994年 由德国组装的 低价EF碾签原型机 在德国完成首飞 1998年1月30日 EF碾签被正式授予生产合同 并在当年 被命名为台风 由于各国都削减了彩薄数目 因此四国的飞机生产商 在当年 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工作份额 到2003年9月 随着西班牙空军 接受首批台风 标志着近20年 双风战机的研发赛跑 正式落下帷幕 阵风和台风问世后 长期被美俄战机捅着的天空 一下子杀出了连古轻流 不同于美俄四代机 采用了常规布局 阵风和台风连动飞机 均采用了压式布局 依靠压翼的偏转 凝想飞机的抚养动作 同时利用压翼拉出的涡流 增加主翼的身力 虽然都是压式布局 但是连着却有明显的差别 阵风的压翼与主翼 距离较近 涡流增生作用较强 但是由于力比较短 配屏作用相对较低 台风压抑于主翼的距离较远 力比较长 因而配屏作用较强 但涡流增生作用却相对较弱 因此台风在座舱检测 安装了小边条 来弥补这种不足 这样即使飞机处于大影角状态下 小边条拉出的涡流 依然可以作用在主翼上 保证飞机的飞行 两种飞行外观上 另一大区别 就是进气道 台风采用了腹部进气道 安装有缴接结构的进气口下沉 可以向下偏转 从而为飞机不同状态下 提供不同的进气量 然而台风上的这种腹部进气道 却遭到了法国人的吐槽 在他们看来 这种连口紧挨在一起的腹部进气道 不仅难看 还存在安全隐患 一旦受损 很容易造成连排发动机 同时歇猜 因此阵风采用了内部进气道 进气道分针脸侧 和圆化的十字型前击肾 融合在一起 是阵风 看起来颇具法兰西般的优雅 然而 有人却对阵风的外形另有看法 最丑的飞机就是阵风 就是 我就看着飞机看的 耳朵不顺眼 作为四代机中较晚毕业的学弟 双风战机与众多前辈一样 十分强调飞机的机动性能 因此 强劲的动力之心 必不可少 在当年 法国与众人合作阶段 发动机就是分歧之一 为了挽救国内的发动机工业 法国人当时坚持飞机的发动机 必须由斯赖克马公司来研发 为此不惜与众人决裂 然而 等阵风爱快要出场时 一个尴尬的情况 却摆在法国人面前 与这配套的M88发动机 没有造出来 无赖之下 阵风A 不得不暂时安装了 连台大黄奉上 使用的F404 G400发动机 M88造出来后 先替换一台 进行实验 在技术完全成熟后 才将连台F404全部换掉 现在阵风上搭载的M88发动机 单台推力为50千流 开加力后 推力为75千流 可以让阵风 实现1.8马赫的最大速度 台风战机的发动机 则是众人合力的结晶 早在1986年 由罗罗、MTO、菲亚特和RTP公司 在慕尼黑 成立的欧洲喷气涡轮公司 开始了涡扇发动机 一件延百的研制 虽然最初的台风原型机上 使用的是狂风上的RB-199发动机 但从第三架原型机开始 一件延百发动机 正式与台风完成配套 当前 台风上搭载的一件延百发动机 单台推力60千流 开加力后 推力超过90千流 如果只挂载空空导弹 台风不用开加力 速度就可以达到1.5马赫 从而实现了超音速巡航 如果开加力 最大速度就可以达到2马赫 虽然高速性能不及台风 但阵风的低速和大引脚性能 要强于台风 更何况 阵风从一开始设计 就考虑到海空军免用 更加强调多用途性能 以最新的F3标准的阵风为例 上可怼空干战机 下可头弹洗大地 对付军舰 还可以放飞鱼 在杀红了眼的时候 还可以向敌区发射 搭载核弹头的 ASMPA型巡航导弹 达索公司 甚至还与法国航电局合作 计划在未来 利用阵风挂载航天发射助推器 向禁地轨道 发射小型卫星 相比之下 台风虽然也是多用途战机 但是在伸手全面性上 叫阵风 烧薰一筹 不过其空战性能 十分突出 有报道称 台风曾在红旗军演中 多次击中美军的F22 相比于早早服役 多次出现在战场上的美俄四代机 欧洲双风 与服役时间较晚 为了赶上较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因此在实战中 露练的机会并不多 2007年3月28日 在阿富汗上空执行任务的阵风 为支援地面部队投下了一枚炸弹 轰炸了敌方目标 送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2011年3月17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 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这一次 来自法国的阵风 再度施展拳脚 数次发动空袭 摧毁多辆利比亚政府军的坦克和装甲车 在利比亚上空 带子归中的台风 也在战场上第一次亮相 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 在行动中 头弹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目标 完成首修 利比亚之后 阵风还先后在马尼 伊拉克及叙利亚 打击极端武装分子的战斗中 执行了作战任务 相较于台风 阵风的战场表现更为活跃 这其中 除了有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 其实更大程度上 也是在向外界展示阵风的性能 以便打开销路 早在飞机设计之处 法国人就考虑到了 阵风未来的出口 较小的体型 更加多样化的用途 加上打锁公司 一直以来不错的口碑 让法国人 对阵风未来的销量 自信满满 然而事实却证明 法国人打错了 门声发财的算盘 除了法国自己打算 采购180架 用来装备自家海空军外 由于单价较高 阵风出口成绩并不理想 在阵风出口的国家中 埃及和卡塔尔都各有24架订单 并各自保留12架优先采购权 2012年有报道称 阵风击败台风 拿下了数量达126架的 印度多用途战斗机项目 按照要求 达索公司需在合同签署 36个月后 向印放交付首批18架阵风 其余的108架 则通过技术转让 交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 不过这批印度产阵风的质量 也由达索公司负责 考虑到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名胜 只要是建这个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修过的飞机 没有一架不坠落的 达索公司瑟瑟发抖 坚决表示不被黑锅 印度的多用途战斗机项目 随后陷入僵局 随着2015年 印度政府与法国重新签署 直接购买36架原装进口阵风的合同 云先准备生产126架阵风的 多用途战斗机项目 搞锤 除了这些客户 阵风最早还打算出口到尼比亚 早在2007年 卡扎费政府曾与法国 签署了购买14架阵风战机的备忘录 结果判了半天的法国人 最后却被卡扎费放了鸽子 后来阵风在尼比亚上控 表现积极 很难保证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 相比较好不叫做的阵风 台风的产量就颇为可观了 尽管同样价格不菲 但是台风一开始就是四国研发 四国采购 虽然在成本上升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下 采购数量较最初的765架有所减少 但是有英德一息四国的采购保证 加上来自奥地利 沙特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等国的订单 台风目前可预知的产量就超过了600架 有了金主 台风的后续升级动力十足 有原相控阵雷达 新式弹药 保新油箱 和推力矢量发动机 这些通通出现在了台风未来的升级规划之中 升级后的台风 预计将一直服役到2040年 相比台风 阵风虽然也在不断改进 但是步伐却相对缓慢 虽然不断更新升级 但在剑路锋芒的五代机新锐面前 以阵风台风为代表的欧罗巴之一门 其实已经略显老胎 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 欧洲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出炉 东边的罗斯 自己搞出了苏武器 英国 意大利 红兰 挪威 丹麦和土耳其 等国纷纷加入了F35的阵营 而德国 法国和西班牙 则再次技术了联合稿基的大旗 计划由空客和达索合作 进行下一代战机的研发 在未来 五代机划过的欧罗巴天空 或许将再次热脑非凡 至于这天合适到来 咱们且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